好啦 我們今天要教的這個東西 就是 也是資料整理 就是我們之前教了一些簡單分析 簡單畫圖嘛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又要繼續教我們的資料處理啦 不過我們現在這一次要教的資料處理比較特別啦 是文字的處理啊 這個文字的處理跟之前會很不一樣 因為 呃 之前的我們都還算是結構化的資料嘛 對不對 就來說 就是表格 只能把東西移來移去啊 然後做一些加減乘處嘛 對不對 那都是數字資料處理 那數字資料處理大概就那個樣子啦 那文字資料處理喔 這個就非常複雜了 為什麼咧 這個 呃 覺得說我現在講一段話 那我可能想要把裡面關鍵的訊息把它抓出來 這個東西就沒有那麼簡單 好 那我們先來教一些非常簡單的這個就是 文字處理的簡單函數啊 這邊大概八個 好 第一個是 字串聯合 就來說 我現在想要把A跟B 這個A跟B我把它黏在一起的話 我需要用到past這個函數 past這個函數可以把不同的這個文字把它貼在一起 那這個sep就是它的間隔是什麼都沒有 這樣子我按一下run的話它就會出現AB 好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我要多貼幾個咧 好 C 可以吧 ABC 這樣可以吧 它就被貼成同一個字串了 這個應該非常簡單 好 第二種黏合的方式是 假設 我現在裡面這些ABC 我現在這樣子 這樣子的是函數的第一個input 第二個input 第三個input 意思類推下去 如果我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物件了 我要把它貼起來 我要怎麼貼咧 我同樣也是用past的函數 但是我後面下的參數不一樣 好 這樣子我就可以黏出AB了 好 這樣可以吧 這樣才懂我的意思 好 那接著這個是past這個函數 我們現在第一個past的函數 這個是拿來做這個字串連接好不好 那第二個函數啊 是字串分割 這字串分割你可以看到 str str 就是這個string 就是字符這樣子 然後spite spite A.B 然後我spite的符號是點 注意我等一下後面有個fix等於true 我等一下 我們現在原則上我們都先下fix等於true 等一下這節課後半段 我們會告訴你這個fix不等於true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好 這樣按一下run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它被割成了一個什麼物件 它是不是被割成了一個 list 然後這個list裡面 第一個物件裡面是不是有A跟B總共兩個 好 那如果我在這裡啊 我輸入的是一個向量 我不是只有輸入一串喔 就要說A跟B C.D 好 它就是 第一個它被切成了AB 第二個被切成了CD 這樣可以吧 這個格式會索引齁 我如果要索引的話 我就是直接用雙化號E 那就是第一個的 對吧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接下來部分吻合我要怎麼看呢 我可以看說 AB跟A這個X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字串裡面有出現 有出現B的 那我們要用g.i.p.l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可以幫助我們找到 哪些有A哪些有B 那可以看到這裡就打true 它剩下都是false 這樣看得出來吧 這是第三個函數 第四個函數 回傳出現的位置 來 這個很特別啦 X等於ABABC 然後第二個是CCAAE 那我問它A出現在哪裡 它是不是應該回答我 出現在第一個字串裡面 它出現在13 第二個字串裡面它出現在34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來看這個函數 看到了嗎 它居然只有出現 1 這裡為什麼 我這邊有點看不太懂 喔 因為我X還沒有把它換掉 我想說 幹什麼 好 1334 這樣可以吧 1334 然後這裡有一個 這個它的LAMS 它的LAMS 是這個 是這個E 因為它 我們今天抓A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的長度就是E 為什麼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抓這個A 只能夠抓出這個 它後面要顯示長度 是因為等一下 如果我們等一下 仔細看後面的函數的話 後面的應用的話 你會發現 有時候我們抓出來的東西 可以不等長 我們會允許中間有露幾個字啊 或什麼之類的 好 接下來只字串 SUB STR 就是 substring的意思啦 NDMC 1234 我把第一個 字圓到第四個字圓把它割出來 好 就會出現NDMC 如果我要割出1234咧 那是不是就是5到8 這樣我就會把1234給割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 好 字圓取代 GSUB GSUB 字圓取代 X等於AA BB 會取代為C 好 這樣CCBB 好 這樣可以吧 這樣是 這是第六個函數 第七個函數 文字串的長度 NCHAR 文字串的長度 那想當的它就是 135嘛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 最後一個 大小寫切換 to lower跟to upper 為什麼需要大小寫切換咧 因為之後如果說你的文字是 又有大寫又有小寫 就要說我們現在要找一段話裡面 哪個地方出現這個 WEE好了 WEE 那因為WEE有時候會放在前面 有時候會放在後面 它有時候會大寫 有時候會小寫 這樣我是不是很難找 所以我先把整段話都變成大寫 或整段話都變成小寫 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打這個疼 喔對了 好 這樣可以吧 整段文字都變大寫 或整段文字都變小寫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這邊 這邊總共有八個 其實是九個啦 九個函數 九個函數就是 我們先就是 呃 我們等一下再給大家練習好了 就是大概 就是這些東西 呃 你現在記不起來沒有關係 你只要知道有哪些功能就好了 我們再複習一次 第一個 就是黏合 黏字串 我們把它寫在黑板上好了 這樣等下大家比較好做 第一個 黏合 黏合 好 黏合是PEST 好 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分割 ST 第三個 我們都寫下來好了啦 這樣子等一下 等一下那個 就是 等一下我們會比較好 比較好那個 找字 G R E P L 第四個 回傳位置 因為等一下我們給你 穿文字的時候 你就需要用到這種 這種能力來 去把那些字找出來 這樣子 位置 這個是 這個函數我也記不太起來 GXPR 有一些函數我也記不太起來 所以 基本上你只需要 你現在就是把那個 到時候你就是把這些就是 把這些函數把它 哪些函數你可能會需要 就把它拼湊起來 就把它拼湊起來 好 第六個 第六個是什麼 自取代 十七個 十七個 長度 十八個 大寫 大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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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大概這樣就 這樣就把我們今天 要用的函數就已經教完了 就是這幾個而已 好不好 我們一次就教久了 好像有沒有覺得就是 前面幾顆教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慢啊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怎麼做一些基本的文字操作啊 舉例來說 我們經常有需要用到什麼 就是 如果你在 如果你在支管室的話 舉例來說你跟這個 學生收這個 mail 就跟你們收mail 那收mail我想要 建你的帳號 舉例來說 我是不知道你們像什麼 Rubio啊之類有沒有 是不是常 有這種事情啊 對不對 就是你的帳號其實就是 你註冊信箱的前面幾碼 那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把這個 這個字以前的 這個 假如我現在需要把 你的這個 後面這個 小小鼠以後的我就不要了嘛 對不對 小小鼠以後的都不要了 我只要小小鼠之前的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把小小鼠以後的把它去掉 然後我把小鼠之前留下來咧 欸你可以看一下 他需要什麼 首先我需要知道 這個小鼠的位置在哪裡 對不對 你可以接受嗎 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這些 我們有這些功能吧 對不對 我們要知道說小鼠的位置在哪裡 我只要知道小鼠的位置在哪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 SUVSTR這個substream把它割出來 對吧可以接受嗎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我直接用 分割自串 我直接用自串分割 就像第一種做法這裡 自串分割 我直接用小老鼠把文字切開 然後我要小老鼠之前的 我要第一個文字 第一個東西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做法要怎麼做 來 好首先 這個 我們先把n-count把它 就是兩個嘛對不對 這個counts現在都是 現在都是空置員 然後我 接著我先把這個 Email我把它Splight Splight完了之後 它是不是一個 它是不是一個這個 列表 然後這個長度當然就是n-count 對不對 所以我就I等1的時候 I等1的時候我就把 第1個 第1個物件裡面 第1個子元件裡面的 第1個東西 把它回傳到第1個account 這樣可以吧 看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這樣run完之後 我的account就是我要的答案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這邊還有沒有人看不懂 這一串意思的 我寫 我沒有要大家就是 記起來 你只要知道說我的邏輯是什麼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第二個做法咧 第二個做法 我們先把這個位置把它抓出來 來同樣我們先把位置抓出來 這位置的資訊在哪裡咧 這位置的資訊是不是在 第8個跟第12個 在這裡對不對 那它在 第8個跟第12個 這個我要怎麼抓出來咧 I等1的時候 我需要把這個position 用物件的索引 先把這個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它要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原件就8 對不對 好這是不是就是8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減1 是不是 我這個東西 它之前的那個 字圓的 就是位置數 那我從第一個字圓 減到 到第7個字圓 把這個第1個email 割出來 它是不是就會割出這個樣子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這樣大家有理解 我們是怎麼做自傳處理的嗎 其實我們之前學到的那些 就是填控啊 什麼什麼的 它其實都可以拿來做資料處理 那我們資料處理原則上 就是只有這幾個 就只有這幾個函數啦 沒有別的了 好不好 沒有別的了 我們現在 我們之後就來學習一下 如何運用這些東西 好那我們 我們來給大家一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 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個練習題是 這個data 我們先把它讀進來 好注意我怎麼讀的 我用readlice 這個函數來讀 這個readlice 是可以把這個文字 每一行每一行都讀出來 它全部長這樣子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海盜通報的資料 這是某個月份 我記得就是 2013年9月 或是寫2013年9月的 你看它的這個通報格式 是不是跟那個 是不是跟那個 我們上個禮拜 用那個登革熱的 完全不一樣 它沒有結構化 但是它是半結構化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會寫說 第一件日期什麼時候 時間什麼時候 經緯度 什麼時候 地點 然後案情摘要 對吧 日期 時間 經緯度 地點 案情摘要 它其實是有結構的 對不對 只是不是那麼好用的結構 那我要怎麼把它轉成好用的結構呢 舉個例子來講 我就非常想要 緯度跟金度的地方 金緯度 北緯 注意一件事情 緯度跟金度它特別在哪裡 首先我要先把 緯度跟金度的幾度幾分給割出來 對不對 接著我要判斷它是 北緯還是南緯 這樣可以吧 因為南緯是負的嘛 對不對 北緯是正的嘛 對不對 東金是正的 西金是負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幾度幾分 這個幾分我要幫它做轉換 對不對 我要幫它做轉換 那我要幫它做轉換 大家可以看 如果你把這些點都已經抓出來 結果來說 我把所有座標的金度 我這邊當然是用手打的 我把所有座標的金度跟尾度都秀出來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這個 唉唷 怎麼慢 唉唷 我的API過期了 唉唷 我把它刪掉了是不是 好啦 沒關係啦 反正這個地圖畫不出來 不是那麼重要的事啦 總之這個 總之這個 唉 如果你把這個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 這些半結構畫的文字 變成我的金度尾度 唉唷 我這個是用人操的嘛 對不對 怎麼樣把這個 data變成金度尾度的資訊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需要練習學習的 你可以思考一下要怎麼做啦 當然我們首先先練習前面的這個 前面這個簡單的範例 你應該要先會做 好 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好不好 我剛剛看到每個人都 從前面操啊好不好 但這一題沒有那麼簡單啊 這題其實要大家想一下那個流程 那我想大家 大家都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資料裡面啊 這個金尾 首先我其他都是垃圾嘛 對不對 我要找出的是金尾度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我要怎麼找出金尾度在哪裡 我看大家都用第四個函數啊 因為我前面的示範都用第四個函數 但是 其實第四個函數是說 在字串裡面的第幾個字圓嘛 有需要嗎 不需要因為它都是第一個字圓 對不對 鐵鏡出現在第一個字圓啊 問題只是不是每一句話都有出現金尾度嘛 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用第三個函數對吧 如果我們用 grepl 金尾度 然後我們找data 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 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很多 然後第五個字圓是有 那你說我出現True跟False我可以怎麼用 True跟False是不是可以拿來當作鎖印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用中框號把它掛住 DAT 是不是乾淨多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邊繼續開始處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再從這邊開始處理 那下一步我們先討論一下 這樣大家比較好繼續下去好不好 你覺得你這個東西拿到了以後 下一步你要做什麼 首先我們先這樣講 首先 金尾度 冒號這幾個字鐵釘是要去掉的 沒有任何意義 對啊他只 我們找到他就夠了 之後他可以下場了對吧 這個要怎麼做 欸取代對不對 是不是有取代 把取代很空白 那接著咧 南北尾跟東西金要分開對不對 用什麼切割 用鈍號對不對 切割 切割是不是也有膠 切割也有膠嘛對不對 接著你要把幾度幾分 要把它弄出來 這當然後面就稍微又難一點了對不對 可是 首先我們總要先把南北尾跟東西金把它切開 對不對 好我們先給大家繼續做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基本上我們希望大家做什麼樣子 我們就看著這個語法然後大家練習好不好 首先 我們 最開始我們是不是 最後可以把這個 就是這個Data2 就是我們剛剛割出來這個東西對不對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然後接著你用鈍號 你用鈍號把它隔開 你用鈍號把它隔開 我們現在最後可以看出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現在是不是北尾幾度 幾分 東京幾度幾分 好這個大概沒有問題了吧對不對 好 好很多人到這一步之後就卡住了 後面搞不下去 好第一個我先跟大家介紹 這個物件它的格式是什麼 它格式是一個列表 列表要怎麼索引 舉例來說我要抓到 北尾一度9點18分 這個部分怎麼抓到 列表裡面第二個紙物件 對吧 好 這個東西又是什麼呢 這個紙物件是什麼格式 是文字格式 文字格式的索引是什麼 一個中括號而已嘛 第一個 這樣我是不是就抓出它了 所以你現在知道說 如果我現在 欸我現在 第一個要處理到第七個 這顯然是跟著 I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I等於1開始 好不好 I等於1開始 好我這邊只是把緯度跟精度 我先repeat na lamps data3 lamps data3就是那個7 列表你直接問他lamps的話 就是問他這個 有幾個紙物件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先 我先 拉出兩個 空格讓我填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拉出兩個空格讓我填的時候 I等於1我先做 首先 我先判斷 Data3裡面的 第1個紙物件 裡面的第1個 這裡其實不用雙中括號啦 一個中括號就好了 裡面的第1個物件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現在是北尾嘛對不對 我先請他告訴我 這是南還是北 如果看到南 這個gr e pl 是不是就是有沒有出現什麼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有沒有出現什麼字 對不對 這個找字對不對 找到南的話 我的緯度的標準符號就是-1 else就是1 所以我這樣run下去之後 這個 他是不是就告訴我1 因為他是北尾嘛 可以接受嗎 好OK 那我們接著 這個 Data3裡面的這個 Data3裡面的這個東西 我想要用度 我想用度來把它割開 為什麼我現在只要 我這裡面的這個東西 這是不是就是北尾 10度 13分 我們東西金等一下來處理 我們先處理緯度嘛 對不對 好我用度把它切開 我用度把它切開之後 我們看到的答案 會是北尾 10 然後 13分 對吧可以接受吧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又是一個列表 你看到這個東西 就代表他又是個列表 這個列表 我只需要列表裡面的第1個子物件 所以我在這裡 又是列表裡的第1個子物件 然後我現在還有哪些雜誌 北尾跟分 我要把它去掉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是南尾 有時候是北尾 所以我現在來取代 把北尾取代成空格 現在是不是10 13分 把南尾取代成空格 這個原因是因為有時候是南尾 對吧 再把分取代成空格 這樣子我現在是不是已經非常乾淨了 10跟13 這是文字對吧 10跟13是文字 接著我就把它 As numeric 把它變成這個 把它變成這個數值 把它變成數值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 第一個數是度嗎 度就直接寫就好了 加上分除以60 再全部成上 他的南尾或北尾 的這個符號 這樣我是不是就把 緯度的第一個把它抓出來 好 來大家順著這個邏輯 我們再講一次這個邏輯 然後給大家練習好不好 首先 第一步 我們現在取得Data 3 我看大部分人都已經取得 第三這個東西了 取得這個東西 你如果 你如果沒有到這一步的 你可以去後面抄好不好 練習答案那邊有 到這一步 你可以在這裡抄嗎 你可以在這邊抄好不好 那到這裡以後 那到 item1 我們先做 先找南尾還北尾 然後我們把他的符號把它留下來 就是-1或正1 因為這樣等一下成的時候 就可以把那個符號帶進去了 接著咧 用度把它切割開來 用度把它切割開來 切割完了以後 北尾南尾分分別取代掉 最後把它改成數值 把數值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度跟分 分就要除以60 把它加起來 再乘上尾度 這樣就可以填進去了 東金錫金意思差不多 我們稍微給大家再練習一下 好我剛剛已經講好 這個就是 尾度的部分怎麼處理 金度的部分其實非常像啊 一樣先去判斷他的錫金 是不是錫金 是錫金就給他-1 不是就給他1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呢 他的這個鎖影就是 本來我在這樣 挨一個這裡啊 我就是變成第二個 對不對 本來第一個就變第二個 因為第一個是描述南北尾 第二個是描述東西金嘛 對不對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出 欸這個 當前的金度 被我把度數把它去掉之後 他剩下東金 然後02分 那一樣我把東金西金和分 把它去掉 去掉之後他就已經變得很乾淨的文字 10702 把它強迫感的數字之後 這樣我的金度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怎麼 我最後這樣子 我這一包就是一個大迴圈嘛 把i4 i從多少到多少 1到lames data3 好那這樣子我整包就可以包起來啦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尾度 再看一下我們的精度 好這就是我們最後的答案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如果我們這樣子可以接受之後 我們來看我們第二個小節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前面大概 大概都已經理解了嘛對不對 就是 你可能會 你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的操作 因為你可能對物件索引啊什麼東西不熟 但是你大概知道方向 大概知道方向 你有足夠的時間你應該試得出來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節 我們要來學一個更進階的東西 我們啊我們 現在這些字創我們都能夠找 只能夠固定的文字 我們有沒有可能找固定的pattern 假如說東京XX度 那個XX一定是數字嘛 對不對 不管他寫什麼田一定是數字 所以說我們有沒有可能 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東西 可能包含所有的數字 就是包含不是數字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用法 來 同樣還是用同樣的函數喔 函數並沒有變喔 但是我們打進去的字 你來看一下喔 好你來看我們打進去的字 來 這個中括號 以後你在所以裡面看到中 就是你在取代的文字裡面看到中括號 代表我在下條件了 我在下pattern的意思 這樣子呢 中括號就是代表是pattern喔 你看到這個符號 代表的是我不要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的意思是說 我把不是0跟9的抓出來 不是0跟9的 0到9 0到9啦 不是0到9的抓出來 不是0到9的哪些咧 1ABC ABCD 驚嘆號 所以我把不是0到9的東西 取代成 這個空白 就 空置員 他是不是就會變成 123 1234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你知道這個厲害在哪裡嗎 中括號是什麼意思 我在講的是中括號是什麼意思 中括號就是 不是 就是我現在要下條件了 我條件就寫在中括號裡面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接受 好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還有哪些比較常見的條件 中括號裡面寫大A小A 代表A或小A 中括號裡面寫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不是嘛 中括號的最前面寫出這個符號 代表是後面那些 就是我變成符號表列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些不要 好不要1到9 如果我不寫的話 就是直接1到9 然後A到Z 大A到大Z 小A到小Z 大A到大Z W到Z 因為大寫是在前面 小寫是在後面 所以我不可以使用小W到大Z 我只能寫大W到小Z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如果我要懶多一點要所有英文字母 對不對 大A到小Z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中括號所有用法 就是寫成這個樣子喔 這樣大家可以接受嗎 好這樣 你只要知道中括號 等一下如果我們要抓Pattern 我們就用中括號來抓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接著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還有一個條件 叫大括號 中括號是這個 中括號是這個 就是是抓這個Pattern 對不對 大括號在抓什麼 大括號在講說 我們要把多少的 我們要把大括號前面那個東西 他前面那個東西 他出現幾次 這個是我們要描述的 他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你的空白 出現 後面有個大括號出現幾次嗎 大括號裡面 1 豆點 什麼都沒有 那代表出現一次以上 我沒有設定上限 一次以上 如果這邊豆點2 那就是1到2次 好你要1到2次 我這邊有3個空格 1 2 3 這邊有3個空格 對不對 來我們先做 我們先這樣子 我們把nice to meet you 我們把一次以上的空格 通通取代成一個空格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小心會多打一些空格 對不對 好 nice 這邊1個 2個3個 我這樣取代完 他是不是全部都變1格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把這個1 後面改變2 代表一個空格到兩個空格的 我才要取代成一個空格 那最後一個是不是就不會被取代掉 這樣可以接受嗎 而且wrong看到了嗎 最後一個是不是沒有被取代掉 所以這樣大家知道大括號的用法了嗎 大括號的用法就是 出現前面那個字圓 出現幾次到幾次 那如果只想看2次以下 我這個delete掉 這樣是2次以下 2次以下我們來看一下 欸為什麼他會出現這樣 因為2次以下包含0次啊 0次他也去取代啦 這樣懂我意思了嗎 這樣可以齁 所以 0次因為有0的話 所以我們很少用 上就是上限制 大部分都是用下限制這樣知道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欸大括號這個有點難用 有時候他比較常見的 就要說這個 這個呃這個是米字號嘛 米字號他代表他就等於 大括號的0到點 好空格 這樣可以接受嗎 加號就代表1到點 這個是比較常用 問號代表0到1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是比較常用的 這三個 你可以直接用這三個 就要說加號 你可以直接去取代 加號就是一次以上 對不對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後面把這個大括號 換成加號 這樣就是一次以上 他這樣子一樣會變 nice to meet you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可以接受嗎 這個加號等同於 這一串 我們把這一串 複製過來 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加號跟這個 加號跟這個 就是這個大括號的這個意思是一樣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複習一下喔 來中括號等於pattern 中括號等於pattern 我們再寫在這裡 中括號 pattern 大括號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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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中括號等於pattern 大括號等於次數 好最後 那小括號是什麼勒 來 小括號 小括號 是描述 什麼 或什麼 中間或用這個符號來分開 這個符號 大家知道在哪裡打吧 這跟那個 R元裡面那個或 是完全一樣的符號 這樣子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字串可以組合成這樣喔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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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然都有出現 medic 就是他的這個 前面的這個 字首嘛 對不對 他後面是 ien 或al 那這樣我就會把 medicine 都抓到 這樣意思就是 我找出 medicine 或medicine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這樣按 gibr exit 他就會出現true 那如果這個medicine 這個l 沒有打 後面就是false 為什麼 因為他後面少了一個l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們有注意到小括號 代表著條件 也不是條件啦 就代表 這個 我實際上要抓什麼字 然後我什麼或什麼 所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如果說我今天要找 南尾或北尾 我是不是可以 小括號 南 然後或北 然後尾 就來說我剛剛前面在這裡 我不是要分兩行嗎 北尾跟南尾把它取代掉 我是不是可以把北跟南 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懂我意思嗎 用小括號可以合在一起嗎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 所以小括號我們了解了以後 小括號我們了解了以後 我們再來看看 還有哪些神奇的符號可以用啊 剩下都是一些比較不重要的 自首 自尾限定 我只希望把自尾的 就是整個自串尾巴的 符合尾巴的pattern 就要說 nice to meet you 這個how are you 我要把自尾的you把它去掉 自尾的you 問他有沒有自尾的you 他就問 x 如果我的you打在中間 這樣子我就可以說 這個 這個 第二個雖然有you 但是他不是在自尾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給了這個符號 好那接著呢 如果是自首的話 好 好我們故意在這裡打個h好了 這樣代表他就是有h嘛對不對 好你看第三個 因為他h不是在 他h不是在最前面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會被抓到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那我們 還可以做出什麼樣的組合咧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組合 h. 星號a 星號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學到 這是大括號 出現0次以上的意思 那點是什麼意思咧 點是任意自圓的意思 點是任意自圓 那所以就是h跟a 他如果h開頭a結尾 像這裡有h到a 這裡也有h到a 對不對 那這兩個就會抓到 最後一個因為沒有h到a的這種pattern 所以就是true true false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有哪些 比較特殊的 自圓用法好不好 我們來寫下來 不過這個很少用啊 自尾 自首 然後這個點 任意 還有一個是什麼 貨嗎 貨我們就不寫了 好不好 貨反正就是 貨這個我們就不寫了 好不好 好 大概就這樣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像 有沒有突然感覺好像又被轟炸的感覺 就是 前面已經學一堆了 今天好像都在背東西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跟你們講啊 這個 你們只要知道有這個功能就好 實際上我自己在用齁 我也背不起來那麼多 我也是需要用的時候我再來 我可能我甚至還會回頭看我自己的講義 然後去把那個 去把那個就是 那些功能把它再拼頭來 但是我知道這些功能 你這樣知道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有了正則表達式 我們找經緯度會多快 欸取愛說 你看 我就可以抓到 南北尾 北南尾 然後多少 0到9嗎 因為他一定是數值 加號是什麼意思 加號是不是一次以上 度 然後 0到9 就是有一些數值一次以上 然後點 這個點啊 這個點 因為點是任意資源對不對 點是不是任意資源 我剛剛不是說點是任意資源嗎 可是如果我就真的想找點 那怎麼辦 我就要在前面加兩個反斜線 如果我今天 要找的東西 剛好是中化號 大化號 小化號 或者是這些特殊的資源 那請你在前面加上兩個反斜線 這樣 我們就知道說 你其實就是要找他 這樣懂 你不是要找 你不是要找點 我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前面這裡 欸這裡 欸你說這裡找點 為什麼 那他怎麼知道我找是點 好 你這樣知道後面 Fix等於True的時候 意思是什麼 Fix等於True的意思就是 我現在寫下來的 請你不要把它當正則表達式 我們今天 右邊教的東西叫正則表達式 正則表達式 正則表達式 負責幫我們去找到一些複雜 pattern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有了 有了這個正則表達式之後 我們要找出 這個經緯度的位置到底有多麼簡單 你可能還是覺得蠻複雜的 好不好 但是你看我就可以找出 L的這個 緯度的position 它介於5 然後長度為8 經度的position 從第13個開始 然後長度為8 好這樣我就可以把這個 把它割出來啦 看到了嗎 北尾插度 北尾插度 是不是全部都割出來了 接著咧 這個 經度也是一樣 好那接著我們把經度跟緯度 把它直接 把它直接 變成這個 直接把它分開 用度把它分開 把0到9抓出來 對不對 把0到9以外的 把它取代成空白 對不對這樣我就不用什麼 北尾南尾 然後還有度把它取代掉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I等於1 好這是不是還是我們剛剛的樣子 那你看這一串 我是不是很方便 我把 不是數字跟點的 點的我也要 因為它幾度 幾點幾分嘛 對不對這個有時候會留下來 好你看是不是留下來了 接著直接 好這樣是不是短了很多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短了非常多嘛 好這就是 有正則表達式跟沒有正則表達式 它的差別 這樣知道了吧 好那 我們這個 我們來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範例 好來 我們現在第二個練習題 是希望 這是50個人所設置的密碼 這50個人所設置的密碼 有 大部分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人 是不符合規則的 我們的規定是什麼呢 來密碼必須 同時要包 密碼長度必須8碼以上 這個好像不難找 對不對 密碼長度8碼以上 我們用那個 找那個 自傳長度就可以了 第七個函數嘛 對不對 好接下來 密碼必須同時包含 大寫小寫數字 缺少任何一項就是有問題 好如果你 覺得第一個練習題太簡單 請你來看一下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稍微難一點 如果我們要同時包含兩個大寫 兩個小寫 兩個數字的密碼在哪裡 只有44 16 34 44 第二個就同時有兩個大寫 兩個小寫 兩個數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這個不太好找喔 請你試一下 看看你有沒有幫他找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這個 第一題 的答案 我們要找出 要8個字元以上 大小寫 都要有 然後又要有數字對不對 那怎麼找勒 這個字元應該非常簡單嘛 nchar exit 是 好這個就有很多 有些超過八嘛 對不對 大於等於八 這是不是第一個條件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好我們要希望他有什麼 我們希望他有 大A到大Z 這是大寫的意思嗎 對不對 好 x 這是不是第二個條件 兩個條件要怎麼連在一起 交集起來 把 這樣子 and 這樣子 這是不是就是同時有的 同時有的才會秀出來嘛 對不對 好那繼續我們還要and什麼勒 and 小A到小Z 可以接受嗎 再and什麼 0到9 這樣這些是不是就是符合我們條件的 這個符合我們條件的這個密碼 對不對我們可以打witch 好這幾個就是符合我們條件的 這樣可以吧 好那如果接著 接著第二題 如果你注意的話 你會發現 那這樣我是不是把這裡改成 大括號 2 以上 好像蠻簡單的嘛 對不對 2以上 沒有 怎麼可能呢 為什麼會一個都沒有 好注意一下 為什麼一個都沒有 因為你這樣打的話 並不是告訴他出現兩個大血 而是告訴他說出現連續兩個大血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不是我要的 我可以接受非連續 這樣懂的意思嗎 但是 所以不可以這樣子 你這樣寫的話 就是連續兩個大血 連續兩個小血 連續兩個 這個數值 這樣當然是找不到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接受的是 這兩個大血不必然要連續 所以來我們再給大家 兩分鐘的時間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保證 就是大血跟小血不連續咧 那我們就是 很簡單嘛 那我們就 出現一個大血 再出現一個大血 但是這樣子還是連續的啊 對不對 我們中間可以允許 可連續又不連續嘛 任意資源 出現0到N次 任意資源出現0到N次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把這個0到N次 改成 你可以把這個改成大括號0到N 這樣也可以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 你這樣子就代表 出現一個大血 再出現任意資源 0次到 以上 再出現一個大血 那這樣就是不連續的嘛 既可以連續也可以不連續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把這一個 把它換成 你號 好這樣子 好這樣子 既然你會了這樣子之後 那後面就簡單啊 好 小A到小Z 0到9 好這樣就是我們 最後正確的答案 你看 這是不是 滿足我們條件 兩個 數字 兩個大血 兩個小血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齁 好 所以說這個 文字處理的這個 技術啊 大概我們就到這裡為止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小節 文字相似度與拼寫校正 我們先了解這件事情啊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處理非常多文字囉 基本上只要他打的字 是正確的 你就不怕找不到他 對不對 因為 假如說我想知道 哪裡有medical這個字 這個 假如說 word 用尋找找的到的 我們都找的到 對不對 然後甚至 你要找pattern 都可以找的到 對不對 pattern就是 你中間還可以指令說 中間還可以空一些 什麼東西 你的條件下的可多了 對不對 最後一個最大的問題 這個打字常會打錯 對不對 好那我問你打字打錯了 那 有沒有 有沒有軟體 有沒有 R裡面有沒有套件 可以直接做拼寫校正 答案它是有啦 是有辦法做拼寫校正的 好不好 可是 我們先了解一下拼寫校的原理 好不好 拼寫校正的原理 就是 我今天打了 比如說 nice to meet you 跟打me 然後我多打了一個1 那我多打了一個1 我怎麼知道他是多打的 欸 你不能 你腦袋怎麼想我 欸 我們先不要講 前後文好不好 我們就光不想打 你就會覺得 你還應該比較像me 對不對 我很多打的 對不對 對不對 當然前後文會輔助我們的類率判斷 對不對 但這對電腦來講 目前對你們來講有點太難 我們只要 只要 欸這個就是meet 對不對 為什麼他會 你會把它看成meet 因為他 改變最少 就可以改成他嘛 對不對 我們理解是這樣 改變最少就可以改成他 那我們怎麼樣用數學去量化 他跟他之間的相關性呢 我們有一個方式 這個方式就是 這個 這個方式就叫做這個 就是 我們把每個字 都把它改成一層 有幾個a 0個a 幾個b 0個b 幾個c 0個 幾個b 0個 幾個e 上面三個 以此再推下去 所以這次會會形成一個向量 這個向量是什麼 他說 我有三個e 然後一個m一個e 對嗎 然後這個字是兩個e 一個m一個t 那他們兩個 是不是可以在座標平面上面 就是一個 不是平面啊 就是26維度的空間中 他們會各自有個向量的位置 我們可以去比較 這兩個向量的距離 那我們就知道他離誰最近嘛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字給取代掉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下面可以 我可以先 有 先列好 假如說1萬個字的字庫 那如果你不存在 你沒有發 沒有在這1萬個字庫裡面找到你的答字 我就找一個最接近的取代這樣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如果你懂這個意思之後 這個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怎麼來決定這個字 這個字可以用余弦相似度 余弦相似度就是向量 我剛剛已經講 他可以換成向量嘛對不對 換成向量之後我們就可以換成 我們就可以計算出他的余弦值 余弦值知道是什麼嗎 就cos 的那個假角 的那個 如果是1的話就代表是0度對不對 可以接受哦 所以余弦 ABCD ABCDE跟ABCDFG 他們兩個的cos similarity 是0.73 那如果是注意一件事情 cos 是余弦值對不對 如果他的順序調換了 ABCD CABD 他的cos similarity就是1 這其實是我們不想要的 但是我們總是要想個辦法去定義 我們如果發現這個字 不在我們的字庫裡面 就是我不認識的時候 我要找的那個字 我總要想個數學方法去對應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沒有說cos 就是最好的方法哦 只是說他的其中一種方法 好你了解這件事之後 前面這個你不用下載啦 好不好 你只要下載後面這個套件就好 後面這個套件是拼寫交針的套件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拼寫交針的套件可以拿來做什麼 這個是 這是be whiskey wine 這個 我們來看他correct 中間這個字不是correct 中間這個字 這個拼錯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這個字拼錯 少個w 少個h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subject 第一個他subject就是他自己本身啊 因為他沒有拼錯對不對 所以他cosign similarity 是1 第二個字他 wine 結果他找到的並不是最好的 你看他這裡是不是就找到威士忌 這是不是就是最接近的字了 好所以說 透過這個函數 當然你說這裡面我要怎麼找到第二個字 2 好或者說 我 這裡就是2 然後再用 再用雙中括號 把他給抓出來 裡面的第一個字 這樣是不是就抓到他建議的第一個字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這為什麼可以一路用索引下來嗎 因為我非常清楚 列表就是用雙中括號 項量就是用單中括號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一層一層去把它解開 好 那那個字典在哪裡找到呢 字典在這裡 如果你需要更新的字典的時候 請你到這個資料夾裡面 去找 你如果你要增加字庫 增加字或減少字的話 請你去這裡找 好不好 好那我們 等一下來的練習提示要做什麼 欸 下載這個套件 學會了以後 這邊有一句話 I couldn't 這個打錯的地方可多了 til their friends 欸透過拼寫校正之後 我希望你可以把它改成正確的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但是這個 layer 是打錯了對不對 沒有真的真的沒有辦法 這個 因為他實際上是在字庫裡面 我為什麼故意打錯這個字 是為了要讓你了解 我們如果用程式自動做拼寫校正 他的限制是什麼 如果他的字是打對了 當然實際上是沒有辦法找出來的 這樣子 因為你人要靠前後文 才有辦法把它抓到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你有沒有辦法把上面這串 透過拼寫校正 系統把它改成下面這串 好了看有同學就直接把這整個句子 讓他去subject了 但是 當然是可以做出來對不對 不過 我們期望啊 因為這個 你那個句子越長 他subject越不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說我們期望 其實你應該是要用空白把它割開的 你怎麼割開咧 割完之後因為他是第一句嘛 所以請你用第一個列表的物件鎖影 把它變成一串次串 I couldn't tell their friends OK 然後我們先問他 哪些地方是correct的 欸 有一些地方是false對不對 這個是correct 這樣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對第二個字做修正 第二個字怎麼修正呢 If 上 correct 不等 不等 不是correct 就是這個 他如果有true的話 那我們就 把wrongPosition把它抓出來 wrongPosition 是2對吧 i就從2開始做 然後我們把 他subject丟進去 i.2 i.2 那這是不是就是第二個字 我們把第二個字 請他去subject subject之後他給我的是一個列表 我們把那個列表解開 裡面的第一個字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字 我們把他填回去 我們把他填回去之後 這一串 現在是不是 I couldn't tell their friends OK 然後我們再把他黏回去 我們怎麼把他黏回去咧 這個 paste這個函數可以把他黏回去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就得到我們最後的答案了 好那我想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文字處理的一些簡介 好今天的課程喔 你可能會覺得比較無聊一點 就是 你好像在練基本功的感覺 好像有點回到就是前 前 5課前6課那種感覺 我可以跟大家講 下一節課開始我們要教大家爬網頁 就是開始我們要用 R這個程式去 去指定他指定電腦到某一個網頁 去把我有用的資訊抓下來 我這個非常有用 舉例來說我 我已經講過非常多次了 我們的例子就是上論壇找女友 對不對 找男友就不用了 因為那個不是騎士女生 是因為男友不用用網路 你就隨便號召一下 就很多人出來 對不對 好所以說這個 這個 呃我想這個工作是重要的 那那個 呃我們之後會再教大家就是 怎麼寫成 什麼寫網頁啊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